Hello,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今天继续咱们的007系列 在第二十部《择日而亡》中 邦德要找出出卖自己的叛徒 但在发现惊人真相的同时 他已身陷危机 第二十部《007之择日而亡》开始 英国情报六处得到消息 非洲走私犯利用塞拉利昂叛军的钻石 跟朝鲜军方的梦上校交换先进武器 立即派邦德查找此次非法军火交易的罪证 邦德和两名同事悄悄潜入朝鲜 在野外通过仪器释放假定位信号 引来走私犯的直升机 轻松控制住走私犯后 邦德冒充起身份 乘直升机来到秘密基地跟梦上校见面 那丞相 梦上校的助手赵庆十分谨慎 偷偷拍下邦德照片发给神秘人 邦德随后交出钻石箱子 而赵庆受到神秘人反馈 知晓邦德真实身份 马上告诉梦上校 梦上校突然发难 用重型武器炸毁直升机 还命人抓住邦德 就在这时 梦上校接到父亲梦将军的电话 说已经知道 他背着自己进行非法军火交易 正在赶来 梦上校顿时慌了手脚 大声和令手下士兵收拾武器撤离 自己则登上可以在陆地行驶的气垫船 先行离开 邦德趁士兵们注意力转移 利用特制手表遥控启动 预先放在钻石箱子里的炸弹 爆炸轰然而起 正在检查钻石的赵庆 半边脸被炸伤 现场一片大乱 邦德接着混乱 摆脱看守自己的士兵 抢了一把枪 迅速登上配备火箭炮的气垫船 向四周开炮 使得场面更加混乱 然后驾驶气垫船追赶梦上校 上校手下驾驶两辆气垫船阻结 但都被邦德撞翻 没多久 邦德追上梦上校 跳到对方船上 二人先是举枪互射 随后又展开肉搏 而由于驾驶员被他们的榴弹打死 气垫船五人驾驶 直奔断崖冲去 邦德见识不妙 赶紧按下气垫船的加速按钮 再跳下气垫船 梦上校反应不及 在自己的惨叫声中 连人带船一起掉进断崖下的瀑布 片刻后 梦将军带人赶来 抓住邦德 隔着儿子葬身瀑布 他悲痛万分 同时恨透了邦德 不过没有立即杀死邦德 而是把他关进黑牢 邦德由此开始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噩梦经历 每天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受尽折磨 时间飞逝14个月后 邦德捧头垢面 变身鳞伤 完全看不出半点风流特工的影子 一天清晨 孟将军带人将他押出黑牢 来到朝鲜韩国边境的一座桥上 让邦德独自向前走 邦德以为大限已至将被处决 步履蹒跚地向前走 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 等待最终时刻的到来 出人意料的是 他没有等到身后的枪声 却等来了瞧另一端的喊声 继续向前走 邦德顿时愣住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 从前方的惩悟中 走出一个男人 与他相向而行 邦德认出 这人是孟少校的助手赵庆 恍然大悟 原来这不是枪决 而是交换人质 死里逃生 邦德心潮起伏 他跟擦肩而过的赵庆 对视一眼 随即快步向前 过巧后 邦德正要跟前来迎接 自己的情报六处同僚打招呼 突然有人用麻醉针刺中他 邦德立刻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邦德苏醒 发现身处一艘 位于香港海域的医疗船中 而M夫人就站在面前 奇怪的是 他面臣似睡 全无跟得利下属 久别重逢的喜悦 这让邦德心里一沉 隐隐生出不祥预感 M夫人告诉邦德 赵庆杀死三名中国特工 之后被美国中情局捕获 但中情局 在朝鲜的特工 上周不幸暴露身份 遭到处决 中情局怀疑 被捕的邦德 经受不住长期拷打 为自保出卖了美国同行 因此用赵庆交换他 接下来 邦德将接受审问 并被取消特工资格 邦德听后 愤怒至极 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居然落到如此田地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职业操守竟然遭到自己人质疑 稍稍平复心情后 邦德开始冷静地思考整件事 最终得出结论 出卖自己的人 又出卖了中情局特工 以此换回赵庆 于是 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 找出这个人 还自己清白 而赵庆 就是他目前知道的唯一线索 当晚 邦德打运医护人员 逃出医疗船 来到一家高档酒店 相熟的陈经理 为他安排房间 还给他准备一身新衣服 邦德修剪了又长又乱的头发 胡须 再穿上衬衫 袭裤 转瞬间变回以往那个 风流倜傥的顶级特工 接着 他请求 真实身份是中国情报员的陈经理 帮自己找到赵庆 作为交换条件 他会杀死赵庆 给三名遇害的中国特工报仇 陈经理答应下来 而且很快查出 赵庆出现在古巴 哈瓦那洛斯岛的基因治疗诊所中 邦德马上飞到哈瓦那 刚入住 距离洛斯岛最近的海滨酒店 就有了艳遇 他和性感女郎贝瑞 彼此吸引 共同度过激情之夜 此日 邦德登上洛斯岛 留紧基因诊所 寻找赵庆 没多久 他在一间病房里 发现了躺在病床上 准备接受基因整容手术的赵庆 赵庆见邦德突然出现 大吃一惊 立即起身 跟他撕打起来 打斗中 邦德扯下了对方的子弹吊坠 赵庆则不敢恋战 迅速跳窗逃走 登上在外面接应的直升机 邦德追过去时 意外发现 昨晚跟自己共度良宵的贝瑞 也在追赶赵庆 还不停向直升机开枪 过了片刻 直升机腾空而起 赵庆逃之夭夭 两名警察看到贝瑞追着直升机开火 赶紧跑过来举枪对准他 贝瑞不慌不忙 先向站在不远处的邦德 抛了个眉眼 然后以一个无比美妙的姿势 跳进海里 登上前来接应的快艇 顺利撤离 接着 邦德打开赵庆的吊坠 发现里面有几颗钻石 随即交给当地一个县人检验 县人告诉他 钻石从成分上看 都是从塞拉利昂叛军手中流出的钻石 蹊跷的是 这几颗钻石上 都有冰岛格拉夫公司的激光印记 县人还说 青年商人格拉夫 历年前宣称 在冰岛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钻石矿 带有冰岛公司印记的钻石 为什么会和塞拉利昂叛军的钻石成分相同 邦德顿时生出疑虑 觉得其中必有古怪 于是决定调查格拉夫 格拉夫是冰岛巨富 个性张扬 深受媒体喜爱 邦德从报道中窒息 他目前在伦敦 立即赶到伦敦 然后前往基建馆 挑战痴迷与基建运动的格拉夫 格拉夫看到他愣了一下 但马上恢复镇静 笑着说 不如读点什么 邦德拿出一颗钻石 淡定地说 这是我从古巴得到的 跟塞拉利昂叛军的钻石一样 而且上面有你的标记 格拉夫听后变了脸色 再不多说 立即跟邦德比剑 结果被邦德刺中 他恼羞成怒 说不用这种 不能伤人的练习剑 该用针剑 于是两人换剑再战 格拉夫咬牙切齿 胸向壁漏 发出疯狂攻击 邦德好无巨色 沉着硬战 二人从屋里打到屋外 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不仅持剑对弓 还拳脚相加 一场普通的比剑 严然成为生死之争 看得基建馆内众人目瞪口呆 眼看他们打得越来越凶狠 格拉夫的美女助理米兰达 担心出事 赶紧上前分开二人 分开后 格拉夫和邦德对视片刻 随即收起目中凶光 露出微笑 绅士邦德跟邦德握手 还邀请他 参加自己在冰岛举办的科技展 接下来 邦德去见艾姆夫人 说怀疑格拉夫的冰岛公司 是个幌子 其实他在贩卖 塞拉利昂叛军的钻石 艾姆夫人对邦德的调查结果很满意 恢复了他的特工身份 事实上 艾姆夫人早就在查格拉夫 还在他身边安插了卧底 而卧底就是女助理米兰达 邦德随后来到格拉夫 在冰岛建造的宏伟兵宫 参加科技展 并在这里重遇贝瑞 隶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贝瑞 说出真实身份 坦言在调查格拉夫 与此同时 格拉夫正在和赵庆见面 原来他就是朝鲜的梦上校 当初掉下瀑布 侥幸未死 后来通过基因整容手术 改头换面 摇身以便成为冰岛钻石大亨 科技展很快开始 格拉夫骄傲地展示高科技产品 人造太阳 伊卡鲁斯 太空中 卫星拓载着钻石打造的巨型散面 散面聚集的太阳光照亮整个冰岛 在场嘉宾目睹这一奇景 无不未知惊看 科技展结束后 米兰达向邦德说出卧底身份 贝瑞则悄悄潜入冰宫实验室 结果撞见赵庆 贝瑞刚想开枪 格拉夫突然出现在身后 将他电晕 接着赵庆绑起贝瑞 将他唤醒 逼问他属于何方势力 见贝瑞闭口不言 赵庆吩咐一名守卫将他干掉 自己转身离去 守卫随即用遥控器 开启激光镭射刀 准备肢解贝瑞 危机关头 潜入实验室搜查最正的邦德 刚好来到这里 跟守卫打起来 打斗中 遥控器恰好掉到贝瑞手里 贝瑞立即操控镭射刀 用激光杀死守卫 邦德随后救下贝瑞 并从对方口中得知 赵庆在这里 实验室里还有基因治疗面罩 邦德大吃一惊 再结合格拉夫贩卖判军钻石的线索 他做出大胆的推测 格拉夫就是整容后的梦上校 为了证实这一推断 邦德让贝瑞先行离开 自己则持枪闯进格拉夫的办公室 与他当面对峙 格拉夫见邦德猜出真相 也不再隐瞒 这时 米兰达走了进来 举枪对准格拉夫 邦德以为大局在握 面露微笑 然而 就在下一秒 他的面容凝固了 因为米兰达竟然调准枪头 把枪口对准了他 局势瞬间逆转 格拉夫露出嘲讽笑容 得意地对邦德说 米兰达早已被我收卖 当初在朝鲜 就是他出卖了你 话音刚落 赵庆出现 对着邦德肚子狠狠打了一圈 邦德腾得蹲下身子 然后利用手上的高科技戒指 朝生波 震碎脚下的玻璃地板 落到楼下 拔腿就跑 逃出冰宫后 他登上格拉夫的火箭头高速冰车 加大马力一路狂奔 格拉夫不慌不忙 用控制器启动伊卡鲁斯 原本的人造太阳 就此变成太空武器 一股巨大的光柱 从遥远的太空直射冰原 光柱散发强大而致命的热能 紧追邦德 所到之处 厚厚的冰层立即融化 片刻后 邦德发现 前方已是冰原边缘 再往前开 就会掉进海里 但在光柱的追击下 他不敢减速 危机关头 邦德集中升至 驾车冲过冰原边缘 在下落过程中 利用车尾勾锁 勾住冰臂边缘 使得车子悬在空中 然而 格拉夫不依不饶 又用光柱切割冰臂 眼看冰臂摇摇欲坠 邦德临危不乱 迅速拆下车前盖 再取出车里的降落伞 下一秒 冰臂被切开 巨大冰块坠落 邦德也和车子 一同掉进海里 不过 他脚踏车前盖 手拉降落伞 竟然在海面上 冲起浪来 借助降落伞 邦德顺利返回地面 另一边 格拉夫发现了 还没来得及 离开冰宫的贝瑞 将他锁进一个房间 然后跟米兰达 乘机离开 脱险后 邦德返回冰宫 打算营救贝瑞 但很快被赵庆发现 邦德上了自己的 特制战车 掉头就逃 赵庆开车猛追 两人在冰原上急驰 用车载火箭弹 相互对射 与此同时 格拉夫在飞机上 再次启动伊卡鲁斯 巨大的光柱射向冰宫 冰宫急剧融化 即将倒塌 邦德见势不妙 撞开赵庆车子 驱车闯进冰宫 可是赵庆又阴魂不散地追过去 追到二楼时 他将邦德逼到角落 随即启动车头尖刺 凝笑着撞过去 难成想 邦德在成功躲避的同时 突然启动特制战车的 自适应性伪装功能 车子瞬间进入肉眼 无法看到的隐身状态 赵庆发现邦德的车子不见了 大惊失色 慌张中来不及做出反应 车子撞破前方冰墙 落倒大厅 砸破地面 掉进下方冰海 赵庆赶紧钻出车子 浮出水面 但邦德马上开枪 打断棚顶 巨型吊灯支架 吊灯轰然掉落 砸死赵庆 此刻 贝瑞已身处生死边缘 由于冰宫融化 他所在的房间变成大水池 水面不断上升 将他淹没 还好邦德干掉赵庆后 及时驾车赶来 救出已经昏迷的贝瑞 带他逃出冰宫 再为他做人工呼吸 终于把贝瑞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 接下来 邦德联系M夫人 告诉他 格拉夫发明的伊卡鲁斯 其实是一件 威力巨大的太空武器 而M夫人 也从美国国家安全局 得到消息 格拉夫已经返回朝鲜 显然即将实施重大阴谋 于是 邦德 贝瑞 M夫人 都来到美军在韩国的基地 结果得知 格拉夫联合朝鲜军方的好战分子 将自己父亲 反对战争的孟将军软禁起来 还调动军队 准备借助伊卡鲁斯 先摧毁朝鲜韩国边境的大片雷区 再悍然入侵韩国 一时间 边境战云密布 双方剑拔弩张 美军为避免战争 向伊卡鲁斯发射导弹 但身处朝鲜空军基地的格拉夫 控制伊卡鲁斯 用光柱轻松摧毁导弹 没办法 M夫人只好兵行险招 派邦德和贝瑞 跳伞进入朝鲜境内 司机抢夺 并毁掉伊卡鲁斯的控制器 邦德和贝瑞 潜入朝鲜空军基地时 格拉夫刚刚登上大型运输机 准备飞往朝鲜边境附近 两人赶忙跳上 正在地面滑翔的飞机的起落架 进入舱室 飞机很快升空 控制室内 格拉夫穿上 手臂安有伊卡鲁斯控制器的机械战架 眼中闪动狂热的光芒 他命人把被软禁的孟将军带来 当着父亲的面 启动伊卡鲁斯 一道恐怖的光柱 直射朝鲜边境 布满地雷的缓冲区 雷区瞬间被引爆 火光四起 爆炸连连 孟将军万万没想到 格拉夫能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他看着儿子整容后的脸 感觉站在自己面前的 就是个陌生人 孟将军面色凝正 厉声对儿子说 你这样做 会招致西方国家的核打击 格拉夫不以为然 声称 有伊卡鲁斯在手 自己将无敌于天下 孟将军见他冥顽不顾 把心一横 猛地抢来身边军官的手枪 举枪对准儿子 命令他关闭伊卡鲁斯 格拉夫眼中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 随即抓住父亲的手臂 利用身上战甲释放的高压电流 电得孟将军浑身抽搐 下一秒 面容冰冷的格拉夫 抢过父亲的枪 无情地将他击毙 目睹格拉夫亲手侍负 控制室内的军官和士兵们 都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 邦德突然闯进来 举枪向格拉夫射击 那丞相 一名士兵十分激静 看到他后立即撞过去 导致邦德这一枪打偏 而子弹恰好击碎机窗玻璃 造成灾难性减压 控制室内众人猝不及防 纷纷被吸出飞机 只有邦德和格拉夫反应迅速 死死抓住固定物 这才幸免于难 另一边 贝瑞已经闯进驾驶室 打晕驾驶员 随后进行手动操控 使得剧烈震荡的飞机 恢复平稳状态 接着 米兰达突然持剑出现 向他发起攻击 贝瑞拔出两把短刀 跟对方展开激战 而邦德和格拉夫 也在控制室内打成一团 片刻后 飞机飞进伊卡鲁斯光柱 照射区域 机舱内热浪滔天 机身也开始融化 用不了多久 飞机就会瓦解 而机上的两场恶斗 也在此刻分出胜负 贝瑞瞅准机会 用一把短刀 挡住米兰达的利剑 将另一把刀 狠狠插进他的胸膛 米兰达眼中瞬间失去神采 翻身倒地 弃绝身亡 与此同时 格拉夫利用战甲 释放的电流 电得邦德痛苦不堪 再无还手之力 随后打倒邦德 在背上降落伞 准备跳机逃走 然而邦德拼尽全力 一跃而起 提前拉开他的降落伞 格拉夫身不由己的 飞驻飞机 刚好被卷进引擎 跟伊卡鲁斯的控制器 一道被搅得粉碎 随着控制器被毁 伊卡鲁斯停止运转 发射的致命光柱 立刻消失 格拉夫死后 邦德马上会合贝瑞 登上货舱内的小型直升机 在运输机解体前的 一刹那 驾驶直升机飞走 就此化险为一 在邦德和贝瑞的努力下 一场可能引发 世界大战的危机 被成功化解 不过 两位功臣并没有急着 返回美国基地庆祝 而是驾驶着直升机 飞到一处不为人知的海滩 开始享受 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悠闲假期 影片结束 邦德成为00号特工的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又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背叛 下一期 007支皇家赌场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